直话直说 由卢军红台长为您主持 下个星期三就是八月初一了 那么希望大家多吃素多念经 那么在下个星期呢 我们还有一天是值得纪念的日子 那就是我们的农历的七月二十九 也是地藏王菩萨的诞成日 好 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 喂 你好 师父好 师父抓住 师父好 弟子给安师台长起来师父 喂 你说吧 听到 师父好 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教您 师父你看 有的人你看天上下来的菩萨 有的人在某个事业中 就是某个行业中 他会成为一个出色的人物 但是呢有一种人是 他干啥啥 他干啥啥不行 但是只有功法才取得成就 这是什么原因呢 师父 本来就不是叫他到人间来贪嗔痴慢疑的 到人间来 他一定有任务来的 所以他只能弘法成功 其他都不会成功的 那你像有的 有的别的行业的 他取得了什么 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他也是天上下来的菩萨 为什么他能成就呢 师父 很简单了 天上他不是菩萨 他是神 或者天人 或者阿修道的 阿修罗道的 嗯 哦 根本不是菩萨 明白了 明白了 菩萨还会到人间来贪嗔痴啊 只有你想得出来 你看看有些人长得像什么样子 你就知道了 是哪个天哪个天你都看得到 嗯 是的 是的是的 是长得就是那种 哎 长得就是那种 怪怪的 嗯 嗯 明白 那师父 嗯 明白 就是他 他那个任务就是来弘法的 其实上天也会给他有够吃够喝 就是来人间弘法的使命 是这样吗 师父 对啊 对啊 而且来弘法的人不但 不让他太特别顺利 因为特别顺利 有吃有喝啊 财富饱足啊 他不会好好修的 还要让他吃苦啊 哦 还要让他吃苦 你看看要想成佛的人 哪个不吃苦的 哦 明白了 他让他吃尽了苦 所以他让他接触了佛法 对 对 看不出来的人生 所以就是今生要好好侯法度重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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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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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师父的特别开始 师父 请问师父 请问师父 弟子 徒弟 入世弟子 三者的等级 是否层层寄进呢 就师父开始一下这个问题 实际上在人间 啊 这个等级 你根本不能做数的 只是在某一个阶段当中 你做了很多功德 啊 那你呢 由一般的弟子升到 陆氏弟子 对不对啊 啊 你做的比较多 才成陆氏弟子 那么 比方说你现在是某某法师的大徒弟 人家都尊重你 等到你跟大徒 跟师父不好了 谁来尊重你啊 你算什么 对对对 你算啥呢 没了 什么都没了 明白了吗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那师父 现在怎么不招陆氏弟子了 收陆氏弟子了 师父 就是因为有些陆氏弟子水平没有修好 公民钓鱼 反而拿着陆氏弟子去招摇 那师父收他干嘛 终生平等了 不收了 没什么好收 另外为什么 你只是 陆氏弟子相当于你前一阶段 修行修得很好 给你的一个荣誉而已 但是你拿了这个荣誉不好好的 对不对啊 你不照样下来啊 这个荣誉给了有什么意思 你不给他 他说不定还一直在努力当中 你给了他 他骄傲自满了就麻烦了 师父 其实这种荣誉也是给他的菩萨 也给他的一种福报 是这样理解吗 对啊 你有这种荣誉 人家都会更加尊敬你啊 这不叫福报啊 是的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慈悲开设 师父啊 你不是有次开始人三五年转移 三五年一转运吗 如果你一致不顺 三五年后就会改变 请问师父这是普遍现象吗 对 还是除了一直做坏事 没有做好事的人 都符合这一规律呢 去师父开设 全部的人都有这规律 都有这规律啊 但是一直做坏事的人 三年倒霉了 一转了 刚刚好一点点 马上又不好了 到了五年 刚好一点又不好 因为他一直在做坏事 哦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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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师父的慈悲开设 师父啊 你看 你给一个同修看业障比例 说他在10%以内 但是同修说他 如果每天功课的礼佛 从五遍加到七遍 就会生病 可他每周的小房子 也烧了至少21张 请问师父 他的业障这么少 加礼佛到七遍 就会生病 这是什么原因呢 是业障激活了吗 请师父 激活了呀 太多了呀 他还不起债呀 他的21张小房子 只能还还他过去 还不了他现在呀 说明他一定在造新业呀 哦 那师父 业障比例要少于多少 每天七遍礼佛 才不会激活呢 这个问题师父 一般的 你正常的30以内都可以的 不会激活的 就是慢慢消 最怕的就是你在造新业 造得太厉害 哦 造新业造得太厉害 明白了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慈悲开设 有同修对自己的法门的师兄 很相信 放心 不会怀疑 但是对社会上不熟悉 不学佛的人 总会有 总会起怀疑心 请问师父 这是什么原因呢 请问师父 这是分别心呀 没有菩萨的那种气度啊 没有海纳百川啊 对不对啊 对不对啊 对对对 人要大度大量啊 对不对啊 对对对 那应该如何克服呢 师父这个问题 很简单了 怎么克服啊 境界提高了就会克服了 境界提高了 境界不提高 永远不会克服的 因为人有嫉妒心的 人有怀疑心的 人不会太相信别人的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 慈离开车 师父 是不是您稍微有点累啊 师父 还可以 没事 啊 嗯 师父 请问师父 与图修在拜师时 刚好 胜离期了 这种对莲 中莲花有影响吗 师父 这个问题 刚刚有人问过了 哦哦 那师父 怀孕的同修 嗯 而且刚刚那个人 我还当场给他看毒藤了 他的莲花还在上面 嗯 哦 明白明白 那怀孕的同修拜师 会影响中莲花吗 师父 不会 那对胎儿有加持吗 怀孕的同修 有 莲花的哦 有 哦 那胎儿也会因此 种上莲花吗 师父 嗯 很难讲 看他幸运不幸运的 这个胎儿如果根基很好 照样一起拖上去 呵呵 哦 这么好啊 啊 呵呵 呵呵 嗯 那如果种不上去 至少会增加胎儿的佛缘 是吧 那当然 绝对的 百分之一百 哎呀 太好了 哎 谢谢师父 谢谢师父的慈悲开设 师父啊 您有次开设 修得越好的人 磨越多 磨考也越多 比如我们现在已经念经 念的这么这么好了 而且念的这么长时间了 为什么家里还是不好不开心呢 这就是磨 这就是磨考 但是有时候家里不好不开心 是业障所为 请问师父 我们如何去分匿经来的时候 到底是因为自己修 到底是因为自己修不好的原因 还是 到底是因为自己修的好 而导致磨考 还是因为自己的业障重 而产生阻碍呢 这个问题都会有 都会有 我看你讲的这么累 我两个字 三个字都会有 哦 谢谢师父 谢谢师父的慈悲开设 师父啊 您在9月10号的问答里 师父说自己救人是也有首印的 都是佛的首印里 都是佛的首印里 可以看到的 请问师父 请问师父给我们开始一下 佛教里的一些经典首印有什么内涵呢 我们心灵法门的佛友也可以用首印吗 这个问题 嗯 不要用 不要用哈 嗯 然后佛的首印全部有内涵的 都有内涵 然后再给你三个字 不可说 因为每个菩萨 明白 是他的 人家说是密咒 而出来的 密咒 你看看佛陀 他也有首印 观世音 观世音菩萨的首印是什么 知道吗 嗯 不知道啊 师父 双手合掌 哦 不是 打羊柳 打羊柳 是这样的 双手合掌也是菩萨的首印 对不对 你不天天有首印吗 你双手合掌难道不叫首印吗 是的 是的 明白明白 谢谢师父的慈悲开设 师父啊 您开设过 坐站岗义工 必须要念经才有 才有功德 请问师父 如果边站岗边看手机 用手机 法不适合住人 这样也有功德吗 师父 你 我问你 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个故事 吃饭的时候吃饭 睡觉的时候睡觉 念经的时候念经 对不对啊 如果所有的义工都在那玩手机 说我在度人 你说可以吧 讲给我听啊 不可以啊 好了 不可以 这叫自由主义 自由散漫 有的人师父在上面开示 在弄手机 去跟他讲 美其明月 哎呀 我在发给人家听 你就要不用心 师父讲 你就好好认真的 你要如果发给人家听 你早点做准备 你用不到我在 我在开示的时候 你在下面弄手机 对师父就不尊敬 对对对对 那这种情况 他要念 即便你说呢 师父这样不尊敬的话 这个你别替他们问了 那他们自己去忏悔吧 明白明白明白 那师父 你在讲开示的时候 他拿着手机 不是照不着 就是录那种小视频 发朋友圈呢 这种可以吗 师父 不管做什么 不要影响人家 好好地修 不要让人家感觉到 你是不用心 其实只要有十几个人 一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 我告诉你 父法神就会管 哎呀 你在人间也是这样 人一聚起来 警察是不是来了 是的 好了 就这个道理 明白吗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父的 那师父一对许愿 清秀的夫妻参加法会 能不能住一间 能不能住一间呢 可以啊 完全可以 可以啊 哦 那如果 如果夫妻带着孩子 去法会 能否同一个房间呢 他孩子的年龄 是这样吗 可以啊 但是不要 在法会上 千万不要做夫妻之事 我告诉你 否则你一定倒霉 对对对 明白明白 你要去 你要去旅游 你自己去做 你要再开法会 多少户法神啊 你这种事情 畜生事情一做 你完了 你来的一点功德都没有 你要酒店的话 享受的话 不要在法会上的酒店 听得懂吗 对对 对你享受 你直接可以去旅游 你来法会 对啊 对啊 你跑到法会来 搞这些东西啊 你不是他自己 找没倒啊 是的 是的 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 慈悲开示 师傅 我们在念一套功课的时候 念经的顺序有讲究吗 比如大悲咒后面 大悲咒后面念心经 或者或者是 然后接着念转提神经 等等 像这些大经和各种小度的顺序 有没有搭配的方法 这样效果更有效呢 师傅 这个问题 有当然有的了 当然大悲咒要 大悲咒要最早了 心经了 想然后念十小周 如果念礼佛 念礼佛 大经可以放在最后 或者放在最前 都可以 跑上来就念也好 跑上来就念 但是一般跑上来 都是念大悲咒行经 大悲咒行经 明白了 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师傅问一个问题 就是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上 中国古书记载的 上古的神灵 比如盘古 雨娃 伏羲 盐黄等等 他们都是什么果位 为什么能够开天辟地 这个问题师傅 其实这些传说开天辟地 也就是某一个位置 某一块区域吧 它开的是那片天 辟的是那片地 并不是整个宇宙 现在明白吗 对对对 所以很多 为什么很多人没有智慧 宗教跟宗教 经常讲来讲去 是我们的宗教的开天辟地的 他说是他们的 对不对啊 每一个宗教 他都有那块地方 他自己开天辟地啊 都有他自己的那个区域的呀 明白了吗 对对对 好了 对对对 明白明白 那师傅 那盘古女娃福西 那他们都是什么样的果位呢 都是大菩萨吗 现在师傅 从道理上来讲 他们是天界 应该是管人间的 但是你要知道 在天界管人间的话 也至少是菩萨的果位 相当于 哦 明白了 不小啊 他们不小的 至少说 如果说他们是天神的话 那也是很大的神啊 对对 明白了 明白明白 明白 您师傅 正如您曾经说过 八仙 你想八仙吧 当年他八仙也是来人间度化 功德圆满 师傅都说 八仙也是超脱六道的菩萨 你说是至少是 好像是身闻道 还是圆绝道 还是菩萨道的菩萨 对 身闻道圆绝道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他们 谢谢师傅 他们也是多次的修为 得成正果 然后得成正果 在下到人间 在救人 只是他们 这种超脱六道之后 他们喜欢待的地方不一样 嗯嗯 举个简单的例子 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是博士 比方说博士 你 你读书 读出博士了 对不对呀 对对对 那好了 你但是 并不是说 博士一定要在大学里呀 有的做 对对对 有的做博士生 导师 有的呢 到处去跑 人家在单位里呀 在科技单位呀 那那那 那这个道理不是一样吗 啊 对对对 明白了 明白了 他是天上菩萨 他可以在天界 在人界都可以常驻啊 哦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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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 那师傅 那当时 当年八千成天的时候 也是观世音 他也是历经摩纳 观世音菩萨 也是就讲 帮助了他们好多 对呀 对呀 他们不是跟我们一样吗 我们以后好了 我们也能再救人了 对对对 对不对呀 对对对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傅 那师傅 有一个 重修问 你看夏土耳 不是地藏王菩萨的圣诞吗 也是大摄日 请问师傅 地藏王菩萨 除了管地狱 也管地府吗 这个问题 地藏王菩萨 就是管地府的呀 地狱地府 一起管的呀 他都管 一起管 他这个管 不是他是官 他是慈悲 他是大菩萨 就是这样 哦 他不是去管理 他还是去 他还是去 他有这个 有这个能力 比方说 举个简单例子 我举例子 你们最喜欢 听我举例子 就明白了 比方说 一个小县城 对不对呀 我问你 这个小县城 有县官吗 有 有县政府吗 对不对呀 有 有 有很多的乡长 都是管的吧 那么我问你 中央首长能管吗 能 问题是 很多中央首长 都不下去呀 那么有一个中央首长 我情愿吃苦 都跟着你们一起 要把这个三层 面貌要改变 他下去了 对不对呀 你说他 你说他什么位置 他又能管 又能救 好了 那就这个概念 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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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师父的 这里开始 那师父 那一天地府的临近 是不是也同样大赦 更容易超度到 仇人或者是天见 这个问题 有的 这个是真的 有的 因为这个人家一般不懂 其实天上地下 只要大菩萨的生日的话 菩萨大慈大悲 地府官员 其实不是菩萨是大慈大悲 菩萨没有动他们因果 只是地府的官 觉得哪些人应该提早释放 哪些人本来还要吃多少嗜苦 就是给他们提早 看着他们已经蛮可怜的 他们也会学地上王菩萨 发慈悲心 所以他们就会大赦一些鬼魂 大赦一些 已经受过苦的 或者已经有悔改的人 他们都会大赦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明白了 原来是这样 师父 那师父 那畜生倒是哪位菩萨掌管呢 阴王老爷啊 阴王老爷管的 阴王老爷管地府 地下的都是他管的嘛 你以为他有个狮子王啊 我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了 把人判成畜生的话 是谁判的了 阴王老爷啊 好嘞 那他管不管畜生道了 他不管畜生道 他怎么有权利把人变成畜生的了 这还不懂啊 明白明白明白 那师父 那师父 地藏王菩萨的坐骑是地青啊 地青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神兽啊 那他这个地青 他如果从那个超脱六道来说 他也是超脱六道的神兽吗 可以这样理解吗 很难讲 这个就不太讲了 哦 明白了 嗯 好 那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 师父啊 那看白话佛法能够消业障 请问师父 看一篇白话佛法消多少业呢 这个问题 看谁看的 看谁看的 好人看了消的多 坏人看了消的少 就怎么样 那好人看一般消百分之多少呢 师父 嗯 很难讲 要看你自己的体会的呀 哦 嗯 这是 明白了 很多的是助援 帮助你这个事情成功 帮助你开悟 帮助你化解冤结 帮助你消除烦恼 是这个概念 哦 明白了 明白了 嗯 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 师父啊 那如果子女 传对象 父母干涉 导致翻手 这样算动人因果吗 师父 小因果 动了小因果 不算大因果 哦 不算大因果 因为没结婚的 最动了最多 那么就是 把人家弄了离婚呀 这个是 这个最大的事情 哦 那有 那你看有些父母 父母不是干涉吗 导致不是子女 残废像翻手吗 他这样念多少遍 礼佛为一呢 这种情况 哦 念很多 嗯 至少一百零八遍 多少遍 一百零八遍 哦 一百零八遍 嗯 好 谢谢师父的 嗯 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 师父啊 我们经常 我们经常放生的时候 有些鱼 比如黑鱼 喜欢待在岸边 不走 这样很容易被人捕捞 请问师父 放生的时候 菩萨会安排放生的鱼 进入水中通道 会进入水中通道 为什么还有很多鱼 靠着岸边不走呢 师父 开启家 这个问题 两种情况 有些鱼 被你们蒙了 时间太长了 一下子放下去 还不适应 待一会再走 很多是这样的 他一定会走的 但是鱼见水了 哪会不走啊 是的 是的 不要去担心这个 哦 那师父 那进入 那另一种情况呢 师父 你不是说两种情况吗 对啊 另一种情况 就是感恩呀 感恩 哦 他有感恩性的呀 动物都有的呀 嗯 哦 是啊 师父 我问你一个情况 我们不是上鱼市场 不是买鱼吗 那些鱼不是都在盘里吗 我们一去了 那些鱼啊 呱就跳出来 对呀 直接就跳出来 对呀 他是不是就知道我们 他有感觉的呀 绝对有感觉的 有感觉的 哦 就是 尤其最明显的 就是我们去放什么 那个草鱼嘛 师父 很长的那个草鱼啊 嗯 一去 呱就就跳出来 呱就跳出来 我说 那快把它买下吧 是这样吧 你现在知道了吗 举个简单的例子 你如果被人家 关在笼子里 出来之间 你看见 有人来救你了 你说你会不会叫啊 救我 救我 好了 呵呵呵 会的 会的 好吧 就一样的套利 如果我是一族鱼 台长去放声的时候 我保证跳出来 呵呵呵 谢谢师父 开始 那师父 进入菩萨安排的水中通道 对这些鱼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师父 这个问题 菩萨水中通道是你们想象的 其实也是 就是一种放声的通道 实际上就是你放下去之后 能够自由自在的翱翔啊 自由自在的在水中游啊 生活啊 实际上就是你的通道 因为它没有特殊通道的 除非鱼死了之后 它进了进入一个通道 鱼没死之前 它还是在阳间 它必须要承受阳间的各种果报 明白了吗 嗯 好了 明白 那师父 你说这种放声放掉的鱼和这种 被杀的鱼 它就是同样的鱼啊 你放声放掉 和那个鱼有两条鱼 一条鱼是放声放掉的 就是我们经营法卖和鱼放掉的 另一条鱼也是被杀掉了 它们呢 将来的结果不一样是这样吗 师父 这种放声放掉 是啊 都不一样了 杀掉们说明没福气呀 杀掉的鱼没福气呀 放掉的鱼没有福气呀 对不对 你去看哈 变成老年痴呆死掉的 和壮死的 还有生癌症死的 都是属于同一个类型的 无疾而终的 年终而走的 对不对呀 无痛而走的 生个病走掉了 那这就算有福气的 一样道理 一样道理 那师父 那师父无疾而终至少到哪一个道呢 这个问题 无疾而终肯定超出六道 哦 无疾而终啊 有本事无疾而终你超出六道 哎呀 哎呀真是 明白明白明白 我告诉你 无疾就是说明你已经没有新业 嗯 你到晚年你才 才会没有任何疾病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再次跟你们说 不能不能有业 不能造新业是最重要 好了 哦 明白了 师父我最后问一个问题 你像你说 师父一个人的业障比例是20% 他最后组的时候生了一场病 会给他消掉一些业障 能消掉多少呢 他走的话 嗯 要看的 这个都没有固定数字 嗯 都没有固定数字 这个不是说你能消掉多少呢 这要看的 你过去的业有多大 哎 哦 明白了明白了 嗯 好的好的 谢谢师傅的自立开车 师傅今天我们基本上就到这 感谢师傅 好 再见再见 好 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呢 节目就到这 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